城市科大52周年校庆登場 日前舉辦了校庆活動 而城市科大董事長鄭峰時 校長也代表校方 頒發了10位傑出校友和城市之光獎項 而城市科大董事長鄭峰時表示 全世界各地都有城市科大的學生 城市科大師生在國內外競賽表現亮眼 今年獎牌高達將近200面 工學院在瑞士日內瓦 國際發明站韓國收二國際發明站等等 都有亮眼成績 金牌總獎數全國第一 把這些學生送到全世界 現在你看到有地圖的地方 太陽照得到的地方 都有我們的學生 今天是我們52歲的生日 城市大學在國會的敦促底下 我們希望把學校辦成一個 只要有一技之長 就是我們努力奮鬥的目標 另外為了留住優秀人才照顧同仁辛勞 城市科大宣布全面加薪 更進明年元旦軍公教加薪4% 比照公立大學教師加4% 助理教授以上的學術研究加幾條高15% 講師調高4% 而行政人員也全面加薪 邊之外人員包括工友在內 一併比照加薪 要做一個幸福職場的典範 所以我們的學生絕對都有一技之長 但是我們各位這些好朋友 你們很多業界的朋友 你們的幫忙 讓我們學生都能夠到處去實習 所以將來他畢業以後 馬上就銜接就可以接到可以去上班 校訓當中熱門攤位 還有烘焙學成的師生特製 國宴客家壘茶巧克力 國宴桂園威士忌巧克力 還有國際比賽儀式欠打的冰淇淋 讓貴賓品嘗國宴及甜點 還有現場製作包括觀光系 在校園禁止旅遊設計行程 競賽拿下的大獎 還有多項競賽都有好成績 而自公系合作的 南亞科半導體人才培育學院 產學合作創造雙贏 現場不僅是校信相當熱鬧 更展現出城市科大學生 就業的軟硬實力 記者是團一帶水採訪報導